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不要吓人 因为我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我们脑袋会一片空白 这时候很有可能 会有什么讯息 我们会被接收到 一旦在空白的期间 真的有不好的讯息进去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被催眠 所以 有的时候你吓了人家 你会发现到 尸魂落魄的 三魂七魄不见了 这个人就这样子洒布隆东的 其实 就是受到惊吓的时候 那一片空白的一个情况 这时候有一些不良的讯息出来 被他所接收到了 所以人会被改变掉 人的个性 行为会被改变 会被改变掉 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去吓别人 当然受到惊吓 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